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昨天 老解又在微博上發佈了一條新的軍事演習短片 目的無非都是要來震懾台灣 但有眼淚的網民發現到 今次這條短片 又有不少畫面是似曾相識 究竟今次又是抄襲至哪些片段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亦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有眼淚的網民就發現 今次這條短片又出現了東拼西臭的情況 其中一個畫面 就是有10枚導彈一起向天空發射 誰不知這條短片 就被人揭發得到 原來就是剪輯至 大陸發佈的一齣電視劇 叫做 豪首就位的預告片 哈哈哈哈 就是說這個十戰齊法 根本上就是 拍劇 怎麼震懾 還有 至少有七樹的畫面 跟中央電視台 軍事頻道 在去年12月 關於東部戰區的 導彈發射先鋒營報導的片段是一致的 這條片 似乎有很多的內容 都是舊底就已經有 或者是 無耳片段 虛耳片段 根本上就跟目的是背道而馳 你說要震懾台灣 人家看到之後發現 那麼多的場面都是 左抄右抄 左剪右剪 你說看完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震懾作用 還是搞笑作用 多一點呢 好了 而且這條片 到底那個播放對象 其實是台灣人還是大陸人呢 因為台灣人看完這些片之後 最多不得淡笑 而且老解在這個星期一的時候 都已經發佈了一條短片 只不過那條片又被台灣的網民發現得到 是抄襲西片 你說要震懾他震什麼 但是如果播給大陸人看就不同了 一來他們不會特地去找那些片 究竟是不是抄襲的 就算被你找得到 放在微博上也會被人刪除 而且有不少人看完之後 的而且確是有些亢奮的作用 是可以提振得到民族主義的情緒 所以我都很懷疑這些片其實是播給哪些人看的 還有 這些片段 也都是暴露得到 大陸對於知識產權那種一貫的無視 和漠視 之前呢就抄襲西片 現在呢被人發現到抄襲西片呢 他是抄襲自己大陸的劇集 喂 到底有沒有獲得到那個版權持有人的授權呢 當然啦 現在他抄襲自己的東西 那就好地地啦 但是上一趟被人發現 至少抄襲了三部西片的畫面 那我就傾向相信 大陸都不方會 特地去問那個版權持有人 是獲取授權的 喂 但是呀 大陸入世貿的時候 不是承諾過要更好保障知識產權嗎 那你自己發佈的短片都是涉嫌侵權啦 是不是呀 如果你不是侵權的 你要告訴別人才是嘛 到現在都沒有解釋的 到底是還是不是呢 到底那個知識產權方面 怎麼樣來保障呢 是不是呀 不過都不要說知識產權啦 是不是呀 你看那個山西平遙古城 知有產權也是這樣啦 是不是呀 所以 哎呀 浪費了 好了 跟著呢 說說關於這個 胡錫進 他呢 簡直又是 乳不驚人勢不憂的 他呀 昨天發佈了一條微博的貼文 又說些什麼呢 又說到說 美軍如果是駐台的話 意味著戰爭 誰不知他這些的說法呢 就惹來了大陸 不少的網民的白眼 甚至乎就是嘲笑他 譏諷他 胡錫進 首先 繼續發揮打嘴炮的精神 對台灣進行民工武嚇 他就提到 解放軍戰機近日大規模越過所謂的海峽中線 清晰地劃出美台不得進一步提升歐連的紅線 據老虎了解 解放軍戰機距離台灣海岸線 只是剩下幾十秒航程的距離 這樣來的那些戰機飛到台灣本島上空 只是剩下一步之遙 他說就說到 差不多飛到台灣本島 問題就是 你一旦進入到台灣的領空 當然大陸不承認台灣是有領空 只不過 如果真的飛到上去的時候 意味著是戰爭的開端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做 然後他就開始警告台灣當局 他說 如果台灣當局仍然認為 美台的高官護訪 可以用撤香腸的方式 不斷朝著更高級別去推動 這樣他們就是在做一個勢必輸道傾家當產的賭博 但是人家已經在提升當中 首先有衛生部長亞澤訪台 繼而有國務次卿 克拉奇專程去到台灣 調現前總統 李登輝 那麼人家已經是提升了 是不是 那怎麼辦呢 好了 這段的語氣就重了 胡錫進說什麼呢 他說 美台繼續投升歐連級別 將會導致解放軍戰機飛臨台灣島上空 宣示主權 他說美國向台灣駐軍意味著台海戰爭的打響 他說了這兩個條件出來 就是說繼續提升那個所謂歐連級別 就會宣示主權 但是你這個宣示主權就等同於 啟動戰爭沒有分別 斯文你老解那些軍機飛到台灣本島上空 你說會意味著什麼呢 是不是 你飛不飛到過去先 首先是人家都會攔截的 是不是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要打響這場戰爭呢 而且他說到美國向台灣駐軍這件事根本上也不會發生的 美國也不是傻 台灣也不是傻 在昨天台灣的外交部長吳超洩都出來說 他說 目前是不尋求跟美國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 換言之 根本上就不會碰到 胡錫進口中所說的那條紅線 除非那條紅線自己在那裡退 另外 美軍也都不見得是會駐紮在台灣那麼笨 因為明知道你的紅線是這樣 所以對於胡錫進的這番說話 不少大陸網民都看不過眼 在微博上留言 是隔他的 比如說這個網民就留言 說老胡 蔡英文當局 是台灣817萬人民選出來的 從台灣到香港 蒙古 印度 馬來西亞 為什麼越不喜歡老共的政權 人民就越支持呢 這樣 這個留言 他真的相當厲害 到現在都還沒剷 還有一個 就問你一句 老胡 真是部署了 你又敢打嗎 真是建交了 你又敢打嗎 真是恢復聯合國的地位 你又敢打嗎 不敢打就收爹 閉嘴 還有一個網民就隔他 說畫了一萬次條紅線 別人碰得到 都不見你練三百下苦惡撐 只是見你在那裡吹牛逼 哈哈哈 所以 其實就反映得到 有不少的大陸網民 都是很清醒的 實情我的研判是怎樣 就是大陸一直以來 都在記毀台灣背後的美國 所以為什麽 又說紅線 又震懾 又發短片 為什麽遲遲都不動 就是記毀他背後的勢力 所以大陸之前就有消息傳出過 說最佳武統台灣的時機 就是美國總統交接的三天 為什麽就是要 監視別人自顧不暇 沒有空去處理台灣的問題 就想趁這三天發動閃電戰 所以大陸一天確定不了 在這個中台的軍事衝突當中 美國是不會參與援助台灣的話 其實他也是會投鼠忌器的 因為一旦美國真的參與了這個援助的時候 變相 變成了一個 中美直接的軍事衝突 豈不是很愚蠢 對於大陸來說 而且他也知道 中美之間的軍事實力 是存在著 一定的差距 所以為什麽我整天的研判就是 中台之間出現軍事衝突的機會 不大就是這麽 因為他是記毀著美國 他就算不記毀台灣 他覺得台灣是不夠他撼也好 他都要鏡著後邊那個 不看憎免要看罰免 所以無論胡錫進 如何在微博和環時 叫囂都好 根本上 就只有一個喊字 不少大陸 都識穿了老虎那張底牌 好了 跟著 再講一下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 張軍 星期四的時候 在發言的時候 發拉扎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他必須講究了 美國已經為世界製造太多的麻煩 作為一個擁有全球最先進醫療技術和系統的國家 為什麼美國會有最多確診的個案和 最高死亡的人數呢 如果有人需要負責的話 應該就要是那一小撮的美國政客 實情他這番的說法 完全是沒有回應到特朗普較早之前對中國所作出的指控 特朗普怎麼說呢 他就說中國在初期的時候 就關閉了國內旅行 但是呢 就允許航班離開中國 並且感染到全世界都是 中國譴責美國對他們實施 旅行禁令 儘管他們自己也取消了國內的航班 並且是將公民鎖在自己的家裏 中國政府和實際上 由中國控制的世衛 後來呢 錯誤地宣稱 說沒有證據顯示人傳人 後來呢 又錯誤地說 沒有證狀的人 是不會傳播開去 聯合國就必須要求中國對他的行為負責 他說這番說話是很清晰的 是指出了 在初期的時候 出現了什麼問題 但是這個 駐聯代表 究竟有沒有回應到這些呢 是沒有 所以 特朗普的指控 是具體而清晰的 相反地 這個大陸駐聯代表的回應 就是抽象而模糊 而且 還是禮橫節曲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